楼顶的水箱里有一具泡发了的无名女尸 楼下的每一位租客都浑然不知 一个女人竖口时 从嘴里拽出了一缕头发 一位大婶的饭菜中出现了指甲 却被她当成了脆骨一口吞下 整栋楼的水源都已经被尸体污染 住户们连续好几天都用着脏水刷牙洗澡 做饭洗衣服 直到有一天 女孩刷牙时觉得水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搞得她一阵呕吐 紧接着居然从嘴里拽出来一块Q弹的东西 她怀疑那是人的皮肤 于是就带着一杯水去质问老板娘 水里能很明显的看出有些油脂和皮屑 可是老板娘却信誓旦旦的保证 她这里的水绝对是最干净的 为了向女孩证明 她直接将一杯水一饮而尽 对里面的杂质假装视而不见 喝完后就继续津津有味的啃起了鸡腿 女孩只好找到邻居小伙 想问问他们有没有觉得水质有问题 接下来可把几个人吓傻了 小伙喝水时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喉咙 取出来一看竟然是半截人的手指 几个人都被吓蒙圈了 这下他们终于相信 楼顶的水箱里可能不太干净 原来就在几天以前 一个男人害死一个女孩之后 将她抛尸在楼顶的水箱 直到尸体被浸泡的腐烂发臭也没有人发现 只是住户们总是觉得衣服老是洗不干净 喝水时总能闻到腥臭味 还时不时的就能吃到一些奇怪的东西 只有凶手知道那水不干净 他早已经停用 几个年轻人为了弄清楚水箱里到底怎么了 就壮着胆子一起来到顶楼 还没等他们走过去 水箱的盖子突然自动掀开 几个人就像见鬼了一样 吓得撒腿就跑 另一边 凶手觉得这样下去迟早会被发现 他必须尽快把尸体弄出来 没想到在天台上和再次上来检查的女孩 撞了个正着 女孩以为她也是来检查水箱的 于是两个人就一起爬了上去 女孩看到水箱里竟然泡着一具女尸 紧接着她也被推了进去 因为她已经发现了尸体 凶手必须杀人灭口 就在这时 尸体突然复活了 一把抓住了凶手的手臂将她拖下水 在水中紧紧地勒住她的脖子 置她于死地 女孩趁机爬了出去 随后警察感到从水箱里打捞出两具尸体 住户们这才知道 这几天喝水洗澡刷牙 用的全是泡着尸体的脏水 时不时知道的那些奇怪的东西 居然都是人体组织 一想到这些就不由得开始犯恶心 有的人直接心态崩了 当场晕倒 这是根据真实事件改变的电影情节 有点像兰可儿事件的原型 那么你觉得那些住户在经过这样的事之后 是恐惧大于恶心 还是恶心大于恐惧呢